我們看今天晚報 頭版頭就是 美國國務院強硬表態 對台薩斷交深感失望 正在評估美國跟薩伯德的關係 我看這效果就真的很好笑 好笑到真的是太好笑了 就是一個男的跟一個女的離婚了 離婚了以後 不管這個男的女的會嫁娶別人 過了20年以後 這兩個要離婚了 第一個離婚的說 你太壞了你怎麼會跟他離婚 你美國在什麼時候 沒有跟我們斷交的 你美國如果認為說 薩爾瓦多不應該跟台灣斷交 美國跟台灣恢復邦交 重新添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不是應該這樣子嗎 你先跟我們斷交 人家跟我們還繼續保持了 20 30年的邦交 然後你今天跟人家說 你怎麼跟大陸建交 怎麼跟我們斷交 別人可以講這個話 你美國怎麼講這個話 美國跟我們斷交以後 骨牌效應 多少國家跟著跟我們斷交 你美國是始作俑者 你最大好笑